接下来请继续收看 创意比财尽在运通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蔡美权 今天指数小涨了12点 但你可以观察到最近 因为接下来整个一个 第三季才报有公布的一个时间点 再配合10月份营收公布 所以最近好像操作难度有变高 但是我觉得操作难度 那是正常的 就是说我的意思不是说 操作难度不高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现在 可能涨一下就跌一下 涨一下就跌一下 你看这最近的K线 大盘K线就是这样 你看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所以最近的话很多股票 也就是上去下来 上去下来 感觉上好像最近这几个交日 好像没有像之前 这一阵子的比较好做对不对 之前这里随便买都喷出 现在没有那么多 但是你现在要去想一件事情 很多人在跟大家说指数的指数 其实我也是希望 其实你问我 我当然希望美国股市 如果是个压回 那我们选好的股票 我们可以买更低 重点是你要选什么股票 你要买什么股票 就像这一波以来 你看这指数在这里震荡 它指数震荡意思就是说 指数都没有涨的意思就对 从这里到这里都没去 大概好久都没有涨对不对 没有涨的话可是有一些股票在跌 你看这美金马 你看这美金马 美金马最近跌不少 它从150已经跌到110来 你们要看它在K线短短的 它这一颗小小的就是 对不对 小小的就是5块钱 对不对 你从这段时间里面 你去扣掉那些指数是没有涨 可是有些股票它在跌 像3323 你看加百亿它在跌 那这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现在有些股票在跌 指数不变 上面的涨的跟这个加起来是一模一样的 跌的跟涨的是一样的 所以你现在怎么去找会上涨 我跟大家说 其实我是想跟大家讲 类似这个概念 类似 类似 类似这个 叫加点益 从11字头到4字头 我们现在发现一档股票 最近都没有涨 盘整了一个月 盘整了一个月 它有可能像 我也不好意思跟你讲像他这样 有一家跟加点益类似的 类似 价格差不多 价格差不多 可是你去看 它这个总股动人数 是一个月一个月一个月 你看总股动人数一个月 客户重码一直在买 这客户重码已经买到历史上最高了 从股动人数你看 直数涨这么多 赏户都没有增加 真的 赏户都没有增加 它本益比超低 股价低于禁止产品涨价 为了手机必备 也是十几块 对不对 跟这个差不多 有没有机会 我认为有 认为有的原因在哪里 我讲给大家听 因为现在股票你要先行做布局 你等到涨上去你再做 有可能它震荡息下来 差很多钱 怎么看你仔细看 我跟大家讲你看 你看筹码对不对 到底是不为人知还是众所皆知 美其码都涨了 可是到底是不为人知 众所皆知 你去看筹码 如果说总股动人数这么多 总股动人数这么多 对不对 代表着大家都上车了 如果上车没关系 特务价还在买 两边都一起买 那就是量滚量没差 可是不是 它特务筹码在卖 总股动人数大增 对不对 所以要我来定义 我是认为是这个 对不对 你看股价 4721 来 你看 它今天跌了5块5 从150跌到这里 这样已经掉了40块了 如果它跌破这个线 可能跌更快 如果跌破这个线 可能铸就下来了 那铸下来为什么 铸下来就是多杀多马 对不对 散户杀散户啊 所以你就看就简单了 这加把育癌也是啊 对不对 特务价还大卖 中国动作大增了 中主这些是不为人知我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了 你有没有讲过 大家都知道了很难赚到钱 我举一个例子 我真的跟大家讲过很多次 人家说大家说川普 是全世界最大的黑天了 那是去年11月 去年11月 回想起来很恐怖 对不对 去年11月 指数已经涨到现在 接着快11月了 对不对 对不对 现在已经11月了 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1年了 最大的黑天了 就大家都知道了 对不对 叫你放空 结果超惨的 已经151年了 这个也是大家都知道了 那你现在要去找一些大家所不知道 这大家都知道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你要去找那种大家所不知道 整个大家所不知道 像这个 是大宗 真的 你讲上来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大宗到现在还不容易点 你知道我跟大家讲过为什么 你看 今天大宗它是什么 大宗它今天在这个地方 收盘收在这个地方 这个收盘就是近期收盘最高 它收盘是这个红线这里 所以它是近期收盘最高 那为什么它可以一直涨 它不会跌 那为什么四七二一会跌下来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大宗没有赏户 大宗到现在 中股东人数只有2700人 2700人的意思就是说 最近这六个礼拜 大宗 对不对 它的中股东人数 还减了快700人 这没有赏户特定人在买的股票 那我也不会叫你追 因为现在真的涨多了 我跟他说我们就买这个 对不对 买大宗第二 这10月27号是上个礼拜五 上个礼拜五比今天更恐怖 上个礼拜五指数开高走低 对不对 我说MOSVI加电动车 现在大家都在说MOSVI 可是说真的没有几个人知道 真正MOSVI是干什么的 讲都讲不清楚 对不对 你讲得清楚MOSVI去做什么 我可以用简单一句话带过去 我在那个东森连线 我也跟你讲过了 MOSVI是什么意思 但现在大家都不懂 什么叫MOSVI 你不懂你怎么转 你不懂你怎么转 这一家MOSVI加IGBT 散户还不知道最标 这上礼拜我跟他讲 我说上礼拜我职务开高走低 我说下周欢乐进场 对不对 欢乐进场 刚好是礼拜五 那这个礼拜一 是不是真的就掉下来了 掉下来你会不会敢买 你看技术现行你可能不敢买 可是事后它是不是涨停板 你卖掉的跟你买进去 差一支涨停板 这个礼拜个股已经 波动已经比较小了 接着震荡起盘 昨天涨5% 今天小跌一点点 那我告诉你还会涨 跟他涨都 跟他收在哪个什么地方没有关系 跟这个有关系 你还没听到的所谓的电动车 现在很多人跟你搅一大堆 什么尼亚烈什么的都缺货 你连你人家铁门都变贵 你叫铁门嘛 我台南人我们叫铁门 真的 你去台北里面家没有铁门 现在你都没有跟你说 你都跟铁门变贵 现在到底谁叫铁门 对 来 我跟你讲 电动车重点在哪里 这个电源管理的部分里面 有重要的五个元素 叫MCU MOSFY IGBT驱动IC加VMS VMS是电子管理系统 这家公司跟大宗合作 MCU MOSFY IGBT驱动IC 到今天为止 大宗是近期收盘最高 我跟大家讲大宗的时候 他只有四字头 我跟好友分享大宗的时候 他只有四字头 他涨到昨天一百四十几块 今天收盘晋级最高点的大宗 你说这个如果在震盪的时候 另外给卖掉 那非常可惜 我怎么说跟大家讲的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 对不对 上个礼拜五收盘 大盘K线很丑对不对 礼拜一下跌 礼拜二涨停 震盪昨天创新高 今天小鸭回 回顾一下危险 不过今天大宗已经来到120了 今天大宗已经来到120了 这家股票叫大宗第二 不会比大宗差 应该比大宗强 应该比大宗好 标上去我证明给你看 真的 等到他标上去 不是一只不是两只标上去 标上去之后我证明给你看 MOSVI这电路车到底好在哪里 等到他大涨之后 我再慢慢跟你讲故事 但是重点是下周我们欢乐进场 真的 欢乐进场 反正现在大家都怕 下个礼拜万一震荡一下 大家下都吓死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赏户 更少人家再吃货 本来你可以卖很高 但你却在震荡的时候 把你的股票杀低了 人家未来直接就可以拉涨 因为怕你买了之后 可以卖涨停板又涨停板 人家不给你卖涨停板 对不对 先把你洗一下 来 我上个礼拜跟大家讲的时候 今天礼拜他真的下跌 可是重点不在他涨过跌 重点是他未来会涨还是会跌 重点在这里 好 很多人都告诉你 这鬼要漏涨停板 对不对 我也很羡慕 可是你要去想真的还假的 对不对 什么叫不可能 不可能就这个 我简直跟大家讲这叫不可能吗 大宗43块钱有没有在赖上面跟你分享 真的啦 我在赖上面跟你分享的事情有多了 来 我可以看一下 今天找了一个这个 这是我们先前跟大家分享的 这个图 叫做3D感测藏保图 对不对 这在赖上面跟大家分享 3D感测藏保图 第一支叫文帽 你知道吗 你知道吗 这是外资的报告里面跟你讲文帽 你知道文帽现在长到多少了吗 然后下面还有一支叫逸华电 对不对 COF可实现无边框设计 华为京东方供应链这种是 这七月份 七月份 来来来 3105 你看一下文帽在哪儿 文帽在哪儿 老师七月份文帽在哪儿 老师文帽七月在哪儿 真的啊 这七月份在这儿 150 这280 今天文帽創新高 对不对 我不会花时间跟你讲文帽 你不会买就不会买 那6552逸华电 今天在哪儿 就在这里 老师 你这逸华电没去 对嘛 我知道他没有长 所以我节目上没有在跟你说 可是问题是他会不会长会 他很多时间在盘整 今天逸华电是不是在这里 是嘛 这是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大宗我跟你分享的时候 这是七月四号 对不对 我跟你说 结果之前就给你了 这文帽是更早 对 这上面这叫文帽 对不对 这是逸华电 COF 现在很多人跟你讲说什么 是8比9萤幕 就逸华电 继续跟你说 你打开就有了 对不对 我需要跟你说什么 对不对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谁是下一支 时间回不到40块的大宗 但是你可以买大宗第二 我上个礼拜我就跟你讲了 对不对 我不是因为他涨我才跟你讲 他下跌不是都一样吗 对不对 下跌之后 你多久没撞过掌領板了 对不对 然后上冲下息 昨天创新高 今天小跌一点点 你看到力多了没 我告诉你大部分的人 连莫斯维都讲不清楚 我不好意思讲 你连莫斯维是做什么东西 你都不知道你是怎么做 真的有这么简单吗 然后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讲大宗 然后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讲大宗 然后为什么没有人跟你讲家里 你对海伟这支 我今天浪费太多时间了 我可以讲正位 我觉得 我讲一档你最不可能买的股票就好 2392 今天藏黑 我讲跌了 这是不是跌舊吗 好 又掉下来 这支好在哪里 这支好在他筹码非常稳 我跟大家讲重要重重的 你现在买股票是买未来 你看 赏户都一直在卖 这跟什么类似 跟今年农历年的时候 2337的望宏几乎是一模一样 还记得农历风光的时候 那时候6块半的望宏 我跟你说这支买得着 我不会买望宏 对不对 你去看正位 10月份营收跟第三季的获利 你就知道 为什么外资买了一缸子 你再去看 这叫 来 你自己看 指数一两个月都没有涨了 正位也没有涨很多 可是你看 这个散户跑掉了 特殊也进场了 散户跑到这里 美琪嘛 对不对 散户跑到加法域 散户跑到立清 散户跑到京居 真的 散户跑到京居 跑到立清 来 8358 你说真的散户真的都赚到钱吗 我真的还不懂 京居你多久之前 你8月底 9月份你就看得出来 这你看不出来吗 散户大增 现在是10月多嘛 就8 9月在这里啊 是不是这里大增 现在在这里 夭壮喔 这成合体统啊 对不对 这样是5成的 成合体统 来 3346 3346 来 这样啊 看起来没什么跌啦 你把它变大 你把它变大 全套 整套的 你这有买的在这里 为了这开机团 已经套了5个月了 你看喔 从4 5月刚刚套下 套到现在 加把玉刚刚开始套 是不是呢 美琪嘛 又套一堆人了 会反弹 一定会反弹 但是反弹之后呢 那你说老师 公平了 好多都会落 基础都没落 对 你会发现 有些股票已经套了很多人了 但指数都没有跌 那代表什么 代表有些股票会涨啊 未来会涨不一样的股票 所以你现在要除就不行 如果你所中的股票 有点怪怪的 那我邀请你 我们来买新的嘛 对不对 你穿高购 如果是买买的 我说没问题 看得有跟这一样的吗 又给你一堂机会 一字头到四字头 一档股票就退休 对不对 那重点 我保证你买完 你不会退休 因为你要误我 还有没有下一档 一样的道理嘛 我们先前正在好友上面 跟大家分享的股票 对不对 大宗加联益一大堆 那我现在又找到一档 又找到一档 超低本益比 股价低于净值 产品涨价里面 它的股价最低 产品涨价也可以找 什么东西涨价 涨价里面的那有一个 它最低 是低本益比 本益比我告诉你 平均本益 台北股市平均本益比 大概十五倍十六倍 十倍本益比算不错 超低就是不到十倍 不到九倍 不到八倍 不到七倍的本益比 超低本益比 股价低于净值 产品又涨价 未来手机又必备 哇 特务手码在买 老师 你是不是跟我讲掌停板 我是这种人吗 这也没掌停 对不对 有没有掌 今天没有掌 我跟你讲 最近都没有掌 已经很久都没有掌 很久都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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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没去 家庭价里多久没去 你看一下家庭价里 这都没去 这个大厂匯大厂匯 是不是 又大厂匯大厂匯 然后喷出 一字头到四字头 重点 你在还不知道的时候 你怎么找出来 这就是眼界 对不对 眼界决定你的世界 现在在不好做的时候 你才看得出来 什么叫做功力 我先前跟大家在LINE 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就这些 我不好意思跟你讲 我们先前一开始有一个3D 感测藏宝图 那时候第一支就是3105的纹帽 我这没跟你 今天在这里 你LINE打进去看 首页里面自己看 今天3105创新稿 今天一划电创进行新高 这都没什么 要的是什么 要的是未来会大涨股票 还有什么股票 趁着最近个股在震荡 指数在盘整的时候 万一指数有小回档 你可以买什么股票 来 这就是关键了 买跌 不是买涨 买跌未来会变成涨平板 欢迎你叫我们好友 我们先休息一下 下期乱家伙来 地震了 怎么办 1 好想 2 有步 3 稳住抓住桌角 更多防灾尝试请上台湾抗震网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延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延投顾 质股专线 023219933 23219933 轮延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行美步骑 长期布局投资壮掠掠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盘势策略宣布 轮延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迹 平家专线 0223219933 23219933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延投顾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延投顾 质幅专线 023219933 23219933 平常工作时 总是充斥着各种生意 所以休假时 我喜欢解决一切吵杂 让自己沉淀 享受着片刻的灵迹 球子有翁蓝 额排气密床 爸爸觉得可以放手吗 我知道 人生总是有所谓的万一 你是我的心肝宝贝 老夫 我是小梅同事 我已经准备好 要娶小梅了 我在几家银行存了些钱 你存款的每一家银行 都有参加存款保险吗 每家都有参加存款保险 最高保障金额三百万元 很好 我可以把小梅放心地交给你了 还好我有告诉你存款保险 最近指数横盘整理 指数没有动 有些股票再涨 有些股票再跌 你把它加在一起 你看这文帽在涨 就是有人在跌 对不对 4721再跌 指数没有跌 3323再跌 指数没有跌 我之前跟你讲过 这就是笔记型电脑电池 怎么上去怎么下来 那不重要 重点不在这里 重点是你怎么看出 哪一些会跌 哪一些会涨 你要视线看出来 你发现我从来不跟你讲 今天涨停板了 对不对 除非我昨天 先前我们就先买好 这不算 就是说我不会跟你讲 我没有跟你介绍的 我们会员没有买的 我都不会讲 对不对 像今天还是有一些股票涨停板 对不对 什么耗心什么的 我没有 我不可能可以讲我有 可是重点是 我不需要讲我们没有做的 我们也可以这样子 对不对 光视线一告布局 就可以有这样子的绩效 那你何必去追涨停板 来…加联益 今天小跌 可是加联益 你有没有想过 从18块钱 Apple Watch独家供应商 到昨天加联益40块钱 你知道吗 你做股票需要这么多打吗 很多人股票一堆 对不对 这里一支那里一支 为了就是明天那一支 涨停板 可是不一定 他可能明天变停板 那也很快说 常常有的 对不对 现在踏入一堆人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从来不追 不用追啊 我跟你讲只有18块 老师18块你才会买 你十堆不买 我保证你不买 六五三 除非你跟我一样 老师 这怎么买啊 这什么东西啊 老师 加联益 来… 8月30里加 你后面不要看 你会买吗 你不会买对不对 但你买的会怎么样 一字头到四字头 还有没有类似加联益的 我说还有 下个礼拜关于指数震荡 留意你的赖好 如果下个礼拜有一天 美国股市倒穿跌200点以上 当下我跟你分享 我跟你讲的这一支 来 我是跟你说 如果有一天指数下跌 我跟你分享这一支好不好 跟你分享那一个 刚刚跟你说的超低北米那支 好不好 会不会有这样的机会 我事先讲爱钱 就像加联益18块 18块钱的时候 我跟你说 昨天涨到40块 什么叫做英雄 什么叫做赚钱 什么叫做低档布局 什么叫做领先预告 来回顾一下 加联益18块钱的布局 仔细看 来 蘋果iPhone8 9月12号亮相 你可以等到它亮相了之后 再听别人告诉你 谁是怎么什么概念股 我告诉你 臉部辨识的 这里面有什么 有郁金光眼金大标了 这里还有一个Apple Watch Apple Watch第三代 老师Apple Watch都卖很烂 没有错 苹果手表卖很差 可是这一次苹果手表 听说不一样 而且法人预估 今年苹果手表 会比上一代 多卖了70%到80% 是现在的预估 因为功能不一样 如果新的一代的Apple Watch 苹果手表的独家供应商 现在股价低于禁止 合不合理 合理 为什么 因为Apple Watch本来就卖不好 现在卖不好 所以他给你便宜价格给你卖 就像什么 就像我们先前 买仙境光 14块 13块 我要连一光 去年六月份 那当时去用车 人家都说 老师啊 什么连一光 我要告诉你连一光 大股东西 零人品 零人租 那时候10块而已 人家说连一光几块 做仙境光几块 新巨科10块还是什么 很多人说 新巨科虧钱 来 3630新巨科 虧钱就去到69 你怎么解释他亏钱 那我告诉你 还有一家 它是独家 供应商 独家 独家 股价却低于禁止 一旦飙起来 不是一支 不是两支 是你连买都买不到 怎么可能 当然可能 因为你还没看到 我跟大家讲 加联益的时候 节目上跟大家讲的时候 苹果200大公共商 股价低于禁止 对不对 股价低于禁止 十几块 从一字头涨到四字头 全市场疯狂 对不对 你一档股票嘛 你就退休了 真的马上退休了 那今天你要做什么 可不可以回到这里 当然不行 那也回不到这里 我说如果假设 美国股市有震盪 美国股市涨很多 震盪一下是好事 他万一哪一天 下个礼拜 假设礼拜五 他震盪 道琼跌200点 我礼拜一 我跟你分享这一支 我是说他下跌200点 不是上涨200点 那听清楚 要下跌200点 我跟你分享 我都选好了 不是找一支 已经大涨股票 我跟你讲 这支很久没有涨 不是找一支 上涨股票 是找一支下跌股票 本一笔超低 股价低于净值 产品涨价 未来手机必备 会不会跟加联益一样 其实不重要 重要的是 你有没有买到加联益 你没有买到加联益 他涨到200块 跟你也没关系 重点是 你有没有买到 对不对 来 眼界决定你的世界 盘视震盪的时候 你才能看出 谁是好朋友 谁能够再事先跟你分享 低档的大标股 今天周末 祝大家周末愉快 本投资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加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神圣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 分析师精准团式解析 虽算虽看 真方便啊 YouTube运通财经台频道 不关系 跟你安赖在一起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亏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延投资 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延投资 智谷出现 零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轮延投资精准掌握财股趋势 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 长期布局投资战略 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 洞悉牌势策略宣布 轮延带您引爆投资最佳企机 赢家专线 零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 区别赔钱的二手讯息 操作不再忙碌 赚钱不断重复 轮延投资 蔡老师 让您轻松累积财富 让您所看到的绩效 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 轮延投资 智谷出现 零二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二三二一九九三三 一旦近视 未加以控制 可能变成高度近视 近视越早 度数增加越快 好 好 好